你 大卫 你到了吗 楼下了 好好好 我马上下来 天天 快走 按电梯 按电梯 快快快 快快快 休息 休息 走 凌姐 有人监视你们啊 何止是监视 简直就是软禁 没事 哪都不让去 干什么都盯着 也是因为薛总 当然因为他了 他人呢 去哪儿了 他躲起来了 别着急 一会儿又到了 就这儿 就这儿 薛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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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人呢 我也不知道啊 我刚才还在这儿 可能出去了吧 一会儿就回来 定家 你带身份证了吗 给我一下 你要身份证干什么 订机票 薛立军有我身份证号 订票 订什么机票 我也不知道 薛总说的 到底怎么回事 他为什么要躲起来 赵总真的没告诉你啊 他跟我说 薛立军弄了他的钱 就是赵总前段时间 给我们公司的那几百万 后来啊 赵总发现 账上的钱全都没了 怎么可能 他是怀疑 到底怎么回事啊 你别问我啊 定姐 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我一点都不清楚 薛立军怎么说的 这钱是不是他拿走了 你真的不知道 我怎么会知道呢 我上哪儿知道 他让我带着婷婷过来找他 我到了这儿 连个人影都没见到他 可是你有他的手机号啊 我打了他没接啊 你再给他打一个试试 对啊 他不是跟你在一起吗 大卫 你误我呢 定姐 让你打你就先给他打一个 你是不是被姓赵的收买了 薛立军跑了 他找不到薛立军 所以就找到了你 对不对 姐 姐 咱们这次都被薛立军给坑了 我也是受害者 咱没有必要为他定保 否则咱们都脱离不了干系 大卫 你有没有良心 你居然吃里扒歪 把身份金还给我 姐 你就不要再固执了好吗 赵总说过了 只要你能把薛立军的下落说出来 或者说那笔钱的下落说出来 他就不追踪你的责任 而且 他还能安排一场更高规格的演出给你 你想想 妈妈 下落 那你送我回去吧 等等 你干什么 什么 你